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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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安 我們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 這次課綱微條 高等行政法院 是在二頁的時候 是這個判決是教育部 是 敗訴吧 是 是 他希望我們能夠公開一些資訊 是 公開一些資訊 是 那你們現在 是公開哪一方面的資訊 我們在所有的會議的相關的資訊 我們其實都已經公開了 我們現在唯一沒有公開的就是 所有的委員的個人的名單 以及他在會議中的個人的發言的情況 因為這個涉及到 委員的個人的權益 那我們覺得基於保護的原則 我們不應該公布個人的資訊 而且所有的委員名單 按照過去的慣例 在課綱確定以後 正式實施完成 它也是會公開的 只是不適合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間公開 我們認為這樣子對於委員的權益 是一種保護 也是基於我們過去對邀請委員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承諾 我想我們應該按照這樣子的原則繼續來推動 那你們剛才給我們提供這個名單是什麼 這個是檢核小組的委員名單 因為檢核小組 是召集的名單嗎 對 召集的名單 因為這個名單其實 我們可以公開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公開了 因為事實上這些委員 這些小組的成員 他們在公聽會的時候也都親自出席 我們覺得他們也 他們的工作也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所以當然就是可以公開了 但是過去教育部 歷年來都是以這樣的原則在工作了 我們過去是這樣子 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未來也用這樣的方式來作業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這是要決定要提出上訴吧 是 我們對個人公開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釐清法律上的見解 那這樣子才能夠確保以後的行政的工作的推動 能夠更加的順利 那提出上訴 為什麼要提出上訴 你們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我剛才已經有跟委員約略報告過了 一方面是承諾 對委員的承諾 是 另外一方面是 其實在我們所看到的各種的案例 法院的案例在不同的法庭也有不同的判例 在最高法庭他們的判決上 也有很多是要求不公開的 那我們為了使得未來所有的行政工作 其實不只是限於課綱的問題 所有教育部的工作以及行政院的工作 在推動上都能夠維持一個穩定 所以我們希望法律上的見解可以統一 那我想統一以後 可以使得未來大家在工作上可以更容易一點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希望上訴最重要的一個理由 這個就是你們現在是要依法行政嘛 是 照這個就是資訊 政府資訊的公開法 是 就是你們是認為就是在決策過程 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辨材料 屬於內部準備文件而季節提供資訊 是 那我再請教一下那個監察院是針對你們的 是做出什麼樣的一個決定 就是你剛才報告說監察院認為你們這樣的一個做法是 並無補當 是 其實監察院在過去也針對這個案子進行過調查 他在去年的7月份就做出他的調查報告 在他調查報告裡面他其實很清楚的講 在教育部這次處理課綱微調的整個行政過程並無不當之處 那至於專業的部分監察院也是建議就留待專業自行去討論 好 部長那個你的報告裡面都很清楚的談到了 是 就是從那個這個會議大會 當然那個審議委員大會 那個是由前任的教育部長主持的嘛 是 而且這個遵循過每一個在場的委員的一個表決 是 大部分都是要同意課綱微調嘛 是 那所以我覺得在程序方面 我是覺得你們還是蠻合法的啦 是 謝謝 那我現在就是本席搞不懂 就是課綱微調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大的爭議 這個有所謂去台灣化的這樣的一個批評嗎 其實我個人不是這個歷史或者是的專業 那不過從我們客觀的來說 這次的微調其實是真的只是微調 那只是在我們剛才有報告 我們是用在合乎憲法 那麼符合這個國際的脈動的 以及 就是你們這次課綱微調需要的情況之下 要符合憲法 是 還有這個配合社會變遷嘛 是 還有因應這個整個國際的脈動 是 所以你們才有一次的課綱微調 這次課綱微調等了多久 跟上一次的微調 我們這次從102年開始啟動嘛 沒有 跟上一次的微調是什麼時候 跟上一次是 上一次是在三年之前嘛 三年前 三年前 對 你好比說兩岸 你說一個中國改中國大陸 是 這個也是因應這個 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 對於我們這個台灣 有這個去台灣化嗎 還是說什麼有這個情向中國化 那我在課綱微調裡面 說實在我是看不出來啦 這個是基本很很輕微的一個調整嘛 是 怎麼會引起社會這麼大的爭議 是 本期實在是這個難以理解 這個 所以 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我們雙方都能夠有共識 能夠有共識 就是說這個微調 是你們又加了一些在什麼 在公民與社會 是 公民與社會裡面 加改 有些是物質嘛 有些是物質 是 有些是在這個什麼 增加什麼自由貿易協定 是 這個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配合我們現在台灣的整個社會的一個 發展的事情 是 我覺得 本習是認為啦 課綱微調 這個內容 沒什麼不妥 謝謝 因為是基本的 基本的這個 但是我在這裡 本習是質疑啦 你既然是有課綱審議委員 那這個審議委員 我看到這審議委員 你提供的名單 沒有一個是代表原住民的 是 有沒有找到原住民的代表 我們在課審會裡面是有 最後的課審會裡面是有原住民的代表 他這個是專業 對 他這個是專家小組 所以沒有從 沒有從 身分的觀點來邀請 不是 你這個身分 這個族群 族群應該是 這次有沒有討論到 課綱微調有沒有 族群的部分 原住民有沒有討論到 內容有沒有 有沒有調整 沒有調整 沒有調整 那現在很多反應是說 我們原住民的內容啊 還是太少了 還是太少 這次課綱微調沒有 我想委員這個意見 我們可以在這個未來12年課綱的時候 目前在進行12年課綱的討論 我們會納入在未來12年課綱討論的時候 特別的留意這個部分 國教宴這邊 將來如果有任何課程的內容變動 課綱的微調 一定要邀請我們原住民參加 好不好 我們目前應該 報告委員我們現在各組都有原住民的代表參加 都有參加 我是希望在歷史課本裡面 你要加一句話 台灣原住民是台灣真正這塊寶島上的真正的主人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 十六世紀以來都是移民社會 十六世紀以前 台灣真正的主人就是台灣原住民 這個你們都沒辦法寫進去 所以我們的歷史地位 被所謂的四百年來 台灣是一個中原漢人主政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怎麼樣 從這次課綱為條 應該要把這個台灣歷史 怎麼樣正視我們台灣原住民的真正的歷史地位裡面 應該也要在這次課綱為條啦 本心是這樣啦 其他的說實在我不是很在乎啦 對 謝謝那個委員的這個意見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十二年課綱的那個領綱的討論 我想委員的這個意見 我們會把它整理以後 交給我們的專家小組來進行研理 那我們也會特別的重視這個意見 所以本心為什麼 我們是從台灣原住民的一個歷史角度這邊來出發啦 你要看台灣的台灣史 你也可以從原住民的歷史這邊來切入 而不是說我這個談台灣史 我就從這個西方殖民主義 然後又是什麼滿清時代 然後日本劇台 然後就是台灣光復 有沒有談到真正的台灣原住民 對這塊寶島的 對這塊土地的貢獻 沒有 所以我說內容真的很欠缺啦 太過於疲乏 所以以後在審議委員這方面 多加一點我們原住民代表好不好 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特別的留意 我們原住民也有歷史系的學者啊 有啊 是 我們會請國家醫院特別的注意這件事情 是 部長 事實上本席為什麼繼續留在教育文化委員會啊 是 最主要的理由是 我左邊全國原住民的鄉站啊 是 我們原住民的國中小 這個我們原住民的這些 這個都欠缺教育之眼的設備 是 特別是國教署 要修一個操場跑道 苗栗縣太安鄉的清安國小 修一個操場跑道 順便說排水溝也順便做一下 你們才核定兩百萬人家根本沒辦法發包耶 你如果說排水溝 因為那個是紅土 這個紅土會流到這個排水溝裡面 所以校長一直建議 這個操場跑道跟排水溝啊 是不是一起來整治 那後來呢 本席帶你們去會刊 在那邊信誓旦旦說要做 我也跟校長講了 最後你們核定只有跑道而已 沒有排水溝 所以人家就沒辦法執行啊 我只是提出這個案例啊 你該給的就全部給嘛 你不要折扣又打折什麼的 我們三地鄉的國小這個資源很勸缺啊 這個九天來啊 休會期間我跑了十一個鄉鎮 從那個南投仁愛鄉 到新竹到花蓮到台東仁愛心意 每個學校我都去看了 大家校長都一看到我 看到我都跟我講操場跑道 漏水設備 幼兒園 所以本席為什麼繼續留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最主要的理由是在這裡 是 我們也非常關心 因為你們教育部都沒給我做到嘛 是 我們會努力 都沒給我做到 所以我部長 我是代表全國性的 原住民立委 我們的選區是全國的 是 我了解 選區是全國 那我要照顧的學校 都是在三地鄉偏遠地區 是 所以教育資源真的是對我們 原住民的這些教育 真的不要吝嗇啦 是 那你們可以審核嘛 一個學校 一個學校要一個操場跑道 你們這個排水溝也不給咧 這個排水溝在跑道的旁邊而已啊 所以我是舉這個例子 我了解 舉這個例子 我真的希望部長 能夠多重視我們原住民的教育 是 一定 偏鄉怎麼樣把人才留在偏鄉啊 像包括三地家籍啦 老師的待遇跟福利 還有老師的一些宿舍 對不對 這個宿舍都有建議啊 離山的 離山的宿舍 這個也沒宿舍 離山國中小 我們是要面對這些很基層的這個問題 所以本席是一直想說 希望教育部能夠幫我完成啦 好 我們會努力來 好不好 部長我相信你是很重視我們 是 原住民教育的資源啊 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孔文吉委員 謝謝